哈喽大家好,我是凌薇 看,这才是真正的鸭脖 设置红亮,不发黑,肉质紧实,香辣过瘾 鸭脖学会这个做法毫不夸张的说 满无飘香,干净,有卫生 不然风浪越大,鱼越贵 今天找了两三个超市才买到这点鸭脖 都没有 我们先准备一点正经鸭脖 凉水入锅,仿如葱姜料酒 切记不要盖盖子哦 水开后继续煮上个三五分钟 给这些鸭脖焯水 你看,如果不焯水的话 这些脏泡泡都吃到你肚子里去了 鸭脖剪出后就用流动的热水 把它再一次的冲洗干净洗掉上面的浮沫 鸭脖是没有油脂的 我们锅中多放一点油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鸭脖的配方是商用配方 不说做出来不是满无飘香 你都可以回来骂我 我们先把这些香料小火炒香 要炒得太狠大约就四个一两分钟 香料炒香后就把它放入炖锅 加入干辣椒,姜片,大葱 来一点青红花椒增加那种麻麻辣辣的口感 请主角上场 现在倒露的不是清水,是高汤 是我刚刚熬的骨头汤 这样做出来的鸭脖香味更加浓郁 让人欲罢不仁 鸭脖汤又能够完全没于我们的鸭脖 揉40克盐 20克冰糖 2克红曲米粉 15克糖色 今天这个做法补放一滴的生抽老抽出来的颜色色 色泽红亮不发黑 需要把红曲米粉搅拌至融化 看看是不是现在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 想要不好吃都很难 水开后转小火50分钟 10分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打开盖子 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太香的 不要说在屋子里,你就是在楼道里都可以闻见 看一下鸭脖已经开始上色了且颜色非常的漂亮 我们要剪除里面的大葱 因为它的香味已经挥发 如果继续煮下去就会变得黏糊糊 剪完后就继续剩余的时间 现在50分钟以锅关火 你看这实在是太香了 看一下颜色是不是也超级的漂亮 它加入5克的鸡粉提鲜 卤菜卤菜讲究的是3分煮7分泡 现在还不是吃它的最佳时间 你一定要让它在这里浸泡 才能更加入味,更加好吃 这个时间它不会让你白等 口感会大大的提升 浸泡3个小时以上 我们再来看一下 看看鸭脖的颜色是不是更加漂亮的 非常的红亮 所以说浸泡的这个时间 它不会让你白等 至少要浸泡3到5个小时 泡好的鸭脖把它捞出 放凉,风干 风干后的鸭脖 它的肉质会变得更加的紧实 看一下哦,超正经的鸭脖 让做好的鸭脖肉质紧实 香辣过瘾干净又卫生 来喝酒吗? 有辣辣的丫头哦 请安排起来试试吧 贼好吃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收藏哦 点击我的头像 有更多美食等你来发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打赏了